上一次我们讲了婚礼 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是葬礼 今天我们讲葬礼的词 葬礼就是很难过的 有人过世了 然后他会有一个葬礼 我们上一次也看了这个也学了 这个是一个什么 你还记得吗 这是一个 这是什么 你还记得那是什么 这是一个 你告诉我是一个棺材 对 而且这个棺材是水晶棺材 水晶棺材 水晶 对 水晶棺材 但实际上现在呢 没有很多人可以用水晶棺材 因为水晶棺材很贵 很贵 很贵 对很贵 一般人都不用水晶棺材 一般人都不用水晶棺材 一般人都是用木的 用木的 对 而且呢 在中国的农村 在农村 在农村 像在我们湖南 我爸爸家 他们那边还是土葬的 就是土葬他们采用棺材 对不对 土葬 土葬 对 但是像我现在广东 嗯 我在广东 他们没有 嗯 他们都是火化了 火化 在中山 是的 在中山 对 火化 在中山 对 在中山 中山的农村也是 在中山的农村 他们也是火化的 不是土葬的 没有土葬了 因为 这是远海地区 远海地区的 那个地会比较珍贵一点 他们没有很多地方 可以给 给人土葬 所以呢 都是火化 火化就 不在那么多地方 会没 对 对 大部分是 火化的 当然也有土葬的 土葬的是 他们那里有很多地 他们有很多地 可以土葬 就可以 没有地的地方 就只能火化了 嗯 我想 我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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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不可以现在说 现在不要说这个 No 这个离你很远 不要说这个 OK 这个是葬礼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这个地方 是葬礼 这就是葬礼 对 在葬礼上面 有很多 这些人是宾客 这是来调宴的宾客 他们是谁 他们是来调宴的宾客 来 我给你写 他们是来 他们是来调宴的 调宴的宾客 他们是来调宴的宾客 他们是来调宴的宾客 也就是给过世的人 对 鞠躬 调宴 调宴 对 他们是来调宴的宾客 什么是调宴 就是他们过来 鞠躬 给过世的人 鞠躬 对 对不起 然后安慰一下他的家人 可能这个是他的家人 安慰一下他的家人 然后过来 再调宴这个过世的人 这个死人 好 这个地方 这个汉字 你说安慰 安慰 对 安慰他的家人 调宴的宾客 他们过来 调宴的宾客 他们来 给过世的人 对不起 过世 过世 给过世的人 鞠躬 给过世的人 鞠躬 安慰 安慰 他们的家人 安慰他们的家人 安慰他们的 对 就像你们说 呃 呃 外国人你们会说 哦 I'm sorry for your loss 对吗 你们会说这个 但是中国人呢 他们会说 啊 节哀顺便 节哀顺便 哎 中国人会这样说 跟他们说 节哀顺便 节哀顺便的意思是 啊 不要太难过了 意思是要他们 你们不要太伤心了 不要太难过了 节哀顺便 节哀顺便 嗯 嗯 常常来表演的人 你说 嗯 家人的人不应该 呃 哭 嗯 不是不要他们哭 而是只是一个安慰的话 只是一句安慰的话 意思啊 别太伤心了 别太难过了 节哀顺便 意思是 意思是 他已经 嗯 发生了 他 你的家人 他已经过世了 所以你应该要 知道怎么样去 保重你自己 去保重你自己 意思是 都应该 来鞠躬 对 来雕业的人 都会鞠躬 都要鞠躬 来雕业的宾客 这些宾客 都要鞠躬 对 然后在这里的话 有一些还会上香 给他们上香 就是那个 就 就 burn the 就 stick 他们还会去 上香 有的 嗯 嗯 嗯 好 这个 现在我想 他们说 对不起 什么说 just stick 他们去给 过世的人 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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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香就是just stick 香 那个香 烧香 或者说烧香 烧香 烧香 拜佛 烧香 烧香 意思是burn burn the just stick 上香 和烧香 一样的 这两个是一样的 上香 或者 烧香 嗯 没关系 上香 烧香 还有的人会 上香 嗯 嗯 你在 烧香 嗯 应该 鞠躬 三次 对 烧香的时候 我们会拿着这个香 拿着这个香 比如说 这个是香 拿着这个香 对会 鞠躬 三次 这样 鞠躬 三次 对 三次 嗯 你应该说什么 嗯 嗯 常常 应该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 不说话 啊 也有的人可能会说 安歇 要他 要过世的人 安歇吧 安歇 常常他们不会说话 可能有的人会说 安歇吧 安歇 我看一个 一个 movie 一个 两师 哦 是中国人 嗯 嗯 嗯 他们在一个张里 嗯 他们都主公 啊哈 他们都主公 可是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了话是吗 三次 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 可能有的人会跟过世的人说 说一些话 说他想说的话 但是 呃 常常如果是普通的宾客 不是很特殊的 不是special的宾客的话 不是很特殊的宾客的话 他们就只是鞠躬 不是宾客 对 是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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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家人不一样 是家人的话 他可能会告诉这个过世的人 他心里的想法 他心里的感觉 可能会跟他说一些 maybe还没有说过的话 本来想跟他说 可是没有来得及说的话 这个家人和宾客不一样 如果是宾客的话 他们来鞠躬 然后会就会告诉这个 安慰他们的家人 然后鞠躬的时候 常常是不说话的 常常不说话 这是鞠躬 然后就没有了 可以说 鞠躬一 鞠躬二 鞠躬三 不可以 一鞠躬二鞠躬 三鞠躬 这个是结婚 在古代 ancient times 在古代他们结婚的时候 会有人在那里说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对 会有人说 可是现在没有 现在好像 你说的这个可能葬礼上也有 但是现在没有 现在我没有看到 对 是很小的 很 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 真的很小 分明 小的电影 小的电影 很小的电影 很小的电影 他们在主公说什么 可是我会找这个电影 你可以给我看一看 你可以发给我看一看 我看一下是什么 他们说什么 我下一次课可以告诉你 好 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 如果我看这个电影 我会明白 这是以前的 好 那这个呢 这上面有个汉字 你看一下 这上面有个汉字 汉字上面 这个汉字呢 是一个 对不起 我先 我忘了 你告诉我 这是 你告诉我 这是 什么 有两个 我觉得 在结婚 有两个 是一样的汉字 在结婚的时候 有两个是一样的汉字 哦 双喜 你说的是双喜 你说的是这个吗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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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一样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你说的是这个双喜字吗 结婚的时候 双喜 是吗 双喜 两个字一样的 双喜 在张礼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他在旁边 这个汉字 是 电 电 这里写了一个电字 电 电 好 那这是张礼 我们现在来说第二个词 第二个词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花圈 这个是花圈 花圈上面呢 有这些诗 花圈上面这首诗是 晚莲 晚莲 对 我知道是晚莲 对 可是 晚莲 这上面是晚莲 上面是一首诗来的 一首诗 哦 这个是 这个是花莲 这个是晚莲 那这个是花圈 然后这个是晚莲 晚莲 花圈 对 花圈 我们来看一下 花圈 晚莲 对不对 晚莲 是的 这是花圈 所以有一些宾客 他们来调宴的时候 会送花圈 也有一些宾客来的时候 会送花圈 给主人 给他们家的 有的人 可是 但是大部分人 现在很多人 宾客 宾客 点 宾客什么 宾客 点了 你给我汉字 我只是想告诉你 这个汉字是电 这个汉字是电 电 电 the意思是 to make an offering make an offering 我不知道这个电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好像积电的电也不是这个意思 积电 对对对 寄电的电 sorry 这个就是 寄电的电 他们在 寄电这个 死人 寄电这个 过世的人 对 我们不说电了 说寄电 他们来寄电 这个 过世的人 寄电他 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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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a service 寄电 他们 寄电 对 寄电的电 sorry 寄电的电 寄电 和 赞礼 不一样 赞礼 他只是 这个 这个 整个的这个 funeral 寄电 他是一个 一个动子 一个verb 寄电 但是寄电呢 可以是 葬礼以后 比如说 我们中国的清明节 中国我们有清明节 对不对 清明节的时候 他们都会去 去他们的坟墓 那里去寄电 去寄电 已经过世的人 对吗 所以清明节的时候 清明节 家人 还可以 祭奠 过世的 过世的 家人 所以在这里 或者祭奠 先祖 祭奠 先祖 对不起 先祖 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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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动词 它不一定是在葬礼上 它还可以就是 在清明节的时候 对 去祭奠 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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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跟葬礼不一样 葬礼就是一个funeral葬礼 这是一个人刚刚过世 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 今天的时候 可以 今天的时候 可以 可以诸功 对 祭奠的时候 在中国如果不是在葬礼 如果不是葬礼 如果不是葬礼 比如说清明节 如果是家人 他自己的家人去祭奠他的先祖 祭奠的时候会给他们先祖一些吃的东西 苹果呀 猪肉呀 所有吃的东西 还有给他们倒酒 给他们喝酒 还有鞠躬 还有有的人是 跪下来拜的 有的人他们是跪下来拜的 拜这样的 Worship 拜 拜的有的人 他就不是 不只是鞠躬 我觉得天使不是 葬礼的时候是 祭奠的时候 哦 祭奠的时候 那就不是葬礼 不是葬礼 不是 不是 好的 好 那可以看到这里呢 这个已经过世的人的照片呢 这个照片呢 是遗照 遗照 遗照 对 已经过世的人的照片 就不叫照片就不叫照片叫遗照 遗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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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遗照 他在猪猪 他在什么 他在 还没有过世的时候 这个照片还没有过世的时候 他还没有过世的时候的照片 也可以说是遗照 也可以说是遗照 因为他已经过世了 所以他的照片都是他的遗照 这是他的遗照 然后这个人他在悼念 也就是吊焰的意思 他在吊焰 他在悼念 悼念这个过世的人 我们也可以说吊焰 他在吊焰 参加婚礼的都是来吊焰的 宾客都是来吊焰的 对不起 是道念或者道念 OK我想说 道念 这个地方他说是道念 但是我们说吊焰 他来吊焰 吊焰和道念一样的在这里 吊焰 参加一个葬礼的时候 来悼念这个人的 就是吊焰 他过来吊焰的 对 对 调念 嗯 好的 一个人自己道念 调念别的人 自己悼念 不是 都是悼念别人 悼念死去的人 悼念英雄 调念也是调念别人 别人死了去调念 对吗 我们会调念家人 调念家人 不是 调念是调念 我现在明白你说的了 你说是调念 是去调念别人家的死了的人 去调念 去别人家 对 对 调念 悼念的话 他可能是自己对自己的家人悼念 悼念他们家的先祖 对 也可以是别人悼念 也可以是别人悼念 或者是自己悼念 自己的家人悼念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调念就是指去调念 去别人家调念 是别人家死了人 去调念 对 悼念呢就是 可以是自己家人悼念先祖 或者是 其他人会悼念 比如说悼念英雄 就是以前战争的时候 in the war 而在战争的时候死去的英雄 所以我们也说悼念 悼念英雄 悼念英雄 对 悼念 悼念 这个是悼念 英雄 悼念英雄 或者是可以悼念自己的家人 悼念 我们先再来看 下一个 眼泪 这个女人 她的家人过世了 她很伤心 她在哭 她在哭 就是她的眼泪 她哭得很伤心 眼泪是tears 对 眼泪 她的眼泪 她哭 她哭了 所以她在流眼泪 流眼泪 她在流眼泪 她在流眼泪 流眼泪 对 她在流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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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伤心 她流眼泪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二十三和二十四 二十三呢是指 棺材 他现在说这个词 棺材 棺材 然后呢 这个词呢是送葬 送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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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送葬 就是很多人 他们抬 抬着这个 他们抬着这个棺材 去下葬 去下葬 所以这个叫送葬 这叫送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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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要八个人抬 在我们湖南农村 他们去送葬的时候 要有八个人 至少是八个人 有时候可能都要十二个人 去抬这个棺材 抬 特爱抬 抬这个棺材去送葬 去下葬 抬 嗯 抬 要很多人抬 因为很重 可以说 送葬 可以说 送葬 送葬 葬 啊 送葬什么 送葬礼 送葬礼是什么意思啊 Funeral No 不可以说送葬礼 就是送葬 就是送葬 在这里葬 那是埋葬的意思 to bury 送葬意思送去埋葬 埋葬 埋葬 去埋葬 去埋葬 送葬就是送这个棺材去下葬 然后叫送葬 但是不同中国不同地方 他们送葬 他们送葬的这个过程不一样 在湖南 我爸爸的老家那边 他们送葬的时候要走很远的路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家人 他们的房子在这里 他们家的房子在这里 然后他们要去送葬的地方是这个山上 在这个山上 所以如果他走很近的话 可能就是可能就是一公里 可能就是一公里就到了 可能是一公里就到了 但是他们送葬的时候不会走这条路 他们不会走很近的路 他们会走 去很远很远很远 嘟嘟嘟嘟嘟嘟 很远很远 然后再转 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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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远很远很远 然后他们来到这里 他们不想很近到 对 他们送葬的时候 喜欢送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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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很远很远很远 然后再去到这个山上 这个山 这是一座山 然后去到这个山上 这个坟墓这里 他的坟墓这里 不会马上去 他本来如果走走近路的话 这是一公里 他最后可能要走个六公里 或者是十公里 对 然后他们才会下葬 才会给这个棺材放进去 这个坟墓 他们走路 他们走路 走路 对 都是走路的 很多人抬着这个棺材 走路的 走很远 哦 my god 对 这是我们很难 他们送 对不起 他们送 葬 六 十公里 对 他们送葬会送六七公里 这个要看 it depends 有的人他们家可能没有很多钱 他们没有很多钱请别人送很远 所以他们可能会两三公里就OK了 但是有常常他们希望远一点 很多人都希望远一点送的远一点 然后再下葬 他们很累 他们很累 是的 很累 然后在路上的时候 很多人哭 还有中国的葬礼 所有的人都是穿白色衣服 穿白色的校服 我给你看 对不起 这个是一个 怎么说我没有连接到 我把图好了 对不起 我给你找一下 葬 农村 葬礼 他们要穿白色的衣服 所有的 你可以看到他们都会穿白色的衣服 OK 我会把它弄到这里 好 你可以看到吗 对不起 好 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人来参加葬礼的人 都会穿白色的衣服 白色的衣服 对 还有这个拿着 拿着那个死人遗照的人 拿着遗照的这个人 是儿子 不是女儿 如果一个人他死了 他有儿子和女儿 拿这个遗照的人 是儿子 不是女儿 我会穿白色的 因为他们觉得 因为他们觉得 儿子是传宗接代的 是他们家的后代的 那个传承的人 如果这个人没有儿子 他只有女儿 那拿着这个遗照的 就是他的女儿 好 在葬礼 在葬礼上 如果一个人 我有 我有问题 这个人是韩人 或者是Muslim 是Islam 我看不清 我觉得应该是中国人吧 是中国人吧 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 这个地方都写的是汉字 沉痛悼念 名垂千古 这里 这上面是汉字 汉人 对 是中国人 去穿白色的衣服 对 去穿着葬礼的时候 白色的衣服 好的 我的课本呢 在下面去了 把它弄到下面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别的词 静静一下 我们来看别的词 下一个23 24 23是棺材 24是棺材 然后25是火葬场 25是火葬场 这是在城市 中国的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农村 他们没有土地的地方 没有很多土地的地方 都是火葬 所以他们去火葬场 这是一个火葬场 火葬场 对我去过火葬场 我去过一次 我去过一次火葬场 对 哦 我不喜欢那种地方 为什么你去 为什么你去火葬场 因为是两年多前 阿明的妈妈过世了 对 然后我去参加了 对 她也是火葬的 然后我们去了火葬场 很难哦 是的 是的 去火葬场 很多人在那里等着 去烧那个尸体 去烧那个尸体 在外面等 他们都在外面等 我不喜欢 对 26 26是骨灰盒 26 这个叫骨灰盒 骨灰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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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骨灰盒 骨灰盒 对 对 对不起 我想 我想看 好的 可以 就是 一个人烧了以后 就是骨灰 剩下的是骨灰 然后他们会用一个盒子 装起来 那这个盒子就叫骨灰盒 骨灰盒 啊 盒是香 盒子 你可以看这是一个盒子 对不对 这是一个盒子 盒子是箱子 盒子是箱子 箱子会大一点 我们说箱子的话可能会大一点 对 盒子 大一点 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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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骨灰是bone ashes 是的 烧完以后剩下的那个骨灰 那个灰 骨灰 好 然后这里二十七 二十七可以看到的这是一个坟墓对吗 这是坟墓 坟墓 坟墓 对 坟墓 好 然后呢 坟墓呢 上面呢 这个上面呢 是墓碑 这是一个墓碑 墓碑 墓碑 对 墓碑上面写的字呢 墓碑上面写的这些汉字呢 叫碑文 碑文 墓碑上面写的字是碑文 好的 碑文 这是 他的墓碑 嗯 对 这是他们家人的墓碑 嗯 都是墓碑 这是 对 这是墓碑 这是墓碑 对不起 这个是墓碑 这后面这个是墓碑 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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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墓碑 对墓碑 然后这个人他来献花 他来献花 献花 啊献花 嗯 对 他来献花 给他们 对 给他们 献花 所以是献花 鲜花 鲜花和鲜花不一样 不一样 鲜是一个动词 鲜是献给他 鲜花 如果你说鲜花 鲜是fresh的意思是什么 fresh flower 鲜花 那个是鲜花 不是献花 献是动词 鲜花 鲜花意思是这个 这是第一声 鲜花 但是这里是 对 鲜花 他鲜花 鲜花 ok 你可以说 他给 他在 他 他献 鲜花 在这里说 你可以说 他献 鲜花 他献 鲜花 ok 我先写 鲜花吧 他献 鲜花 你可以这么说 他献 他献 他献了鲜花 他献了鲜花 鲜花 对 可以说 可以 他献了鲜花 我给你拼音 看到吗 好 对的 这些是所有葬礼的词 我们学完了 对 还有关于葬礼的一点东西 我都跟你讲了 好 下一次课呢 我们会讲下一个话题 就是 家庭聚会 家庭聚会 对 下一次 下一次这个话题应该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的话题 都是中国文化 可以学到一些中国文化的东西 好 我们现在下课 好的 哇 哇 那